今天是一个开箱视频 但也算一个技术视频 毕竟我曾经也是做过一段时间 技术博主的好吧 那今天要开箱了这个东西 是我前两天我真的睡不着觉 日想夜想的一个东西 因为它确确实实是我的刚需 也影响到了我的生活 主要就是看你的上网速度够不够快 那这个网并不是访问百度 你们应该懂的 然后今天就买了这个东西 其实前两天就到货了 它是一台N3150主机 用来做软路由的 那我就先打开看一下 这包装还不错 一张光盘没有什么用 这是一个电源HDMI线 应该也是电源的 给了一个SATA的线 然后这个是干什么的不知道 一个支架 这个就是主机了 这个主机说起来 看起来还不错 白色的铝合金机身的 但是 它这个膜有点垃圾 撕下来吧 跟大家说一下我的购买渠道 这一台小主机是在1688上面买的 就是阿里巴巴里面买的 花了500块钱一台 然后两个LINE 就两个千兆网口 正好用来做软路由 四个口的 不需要 因为我还要接到我的滑速路由器上面 那个就可以当交换机了 所以两个口够用了 但是看官方买的图 它是给了两个WiFi的 当我真正真正拿到来机器的时候 没有 然后现在我就打开看一下 因为 这一次是一台鲁耳机 它只有电源 这些东西 它是没有内存 还有SSD的 那我又单独买了个内存 买了一个SSD 这个内存 我买的是应该是拆机的 一个是两G的三星的 DDR3L 然后又1600赫兹的 花了40块钱 反正挺便宜的 这个是散迪的 应该也是拆机的 16G的 M SATA SSD 也花40多块钱 所以这一套下来 应该花了580块钱左右 然后我们就打看看 打开之后 其实这种东西很简单 就是一个小主板 这小主板已经集成了 这个CPU是N3150 然后你只需要把SSD 还有内存权插上去之后 应该就可以点亮 就完全没什么问题了 然后现在跟大家说 一个非常重要的件事 就是我为什么没选择 当下最火的GOL1900 那个CPU呢 因为说实话 很多人都说 那台CPU价格有点太高了 就是被炒的太高了 其实它本来不值这个钱 然后它又不值AS 然后那个CPU的主频是2.0 那这个CPU的主频是1.6 那相差也不是太多 而且我家并没有300兆带宽 我家只有是100兆 所以我觉得100兆的话 N3150够用 然后这个功耗是6瓦 GOL1900是10瓦 那功耗又低 那可能目前这个就是我最好的选择 但是能不能达到我的预期 我也不知道 现在我就把这两个东西装上 然后我就开始骨头了 太爽了 那其实我收到这台耳朵 到那下午就给它刷了 CUSA的Lead系统 那这个系统我只能说刷机起来 真的非常非常的简单 所以我也就不打算救大家了 随便上网一查 就OK了 那买耳朵最重要一点就是用它来看YouTube 其实它对正常的网组是没有任何提升的 但是如果你看YouTube的话 它会对你有非常非常大的提升 那其实看YouTube 主要就是一个加密解密的过程 所以如果你的CPU理论上来说越好 那么你的加密解密越快 那你看YouTube的速度就越来越快 但是它也要取决你的带宽上限和你的 怎么说 节点 那其实我也对它进行了一系列的测试 那首先说一下测试的条件 第一我家宽带100兆 第二节点是完全一样的 第三全都是看YouTube 然后第四就是一台是软流 然后另一个是我的PC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的AC86U华硕的那一台 那它们三个的测速表现上来看 我不知道是那天怎么样 就是怎么回事 那个AC86U表现特别好 居然可以看8K的影片 一点也不卡 然后它的那个峰值大概能跑到2万多 那软路由和我的电脑都可以跑到4万 有时候可以跑到5万 所以这台软路由的提升还是非常大的 然后又进行了测速 测速的话很奇怪 软路由后的电脑测速大概下行的速度都是80多兆 那上行的话都是1兆多 但是AC86U它测速下行是100多兆 上行是3兆 接近3兆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有点迷的 但是实际使用上还是软路由和我的电脑表现是最好的 那我也进行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极端的条件 就是用这台软路由 然后我所有的设备都是看YouTube 那电脑上可以跑8K 然后可以有三台设备 同时跑1080P 分别是三星A60 然后iPhone 6S 然后还有一台iPad 这个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极限了 在我日常生活中使用完全没有问题 那为什么我就是特别想换上这台软路由呢 因为我在电视它也换成了一个4K电视 那4K电视在看YouTube的时候 就如果我用电视看的话 看4K它就会有点卡 那换上这台软路由之后 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看4K完全无压力 那跟大家说一下 怎么用你的电视 或者是你的电视盒子看YouTube 就不用安装谷歌套件 有一个APP叫SmartYouTube 你只要下载这个就可以看了 那整体来说这台软路由 我觉得还算是相当可以 完全能满足我家100M宽带的使用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 在跑满宽带的时候 就是一个8K三个1080P的时候 它的CPU占用也只有44% 最高就44% 所以理督上来说 你跑200M的宽带 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所以你是100M或者是200M宽带 我建议你就买这个就可以了 对我省便 对不对 OK那这个软路由 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结束 如果你喜欢的视频的话 别忘了帮我点在关注留言评论分享弹幕 如果你是YouTube网友 别忘了 点一下小铃铛 然后再跟YouTube网友说一下 因为刷了库塞的Lead系统 那Lead最新它是没有翻墙工具的 那如果你想要翻墙的话 可以下载离线的安装包 按上去之后就可以翻墙了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非常的好用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拜拜